9名船員警抓的救生艇 他们都是货轮的船员 在海巡队员协助下 慢慢被拉回船边 这9个船员力竭归来 因为他们的货轮刚被外籍商船给撞成 只能被迫弃船逃生 往返台东和蓝宇的货轮大发1号 26号凌晨正要前往蓝宇 行进绿岛西南方12海里处时 被一艘从新加坡前往韩国的 赖比瑞亚商船 揽药撞上 船船不断进水 最后沉没 船长在内的船上9人 随即弃船逃生 出谷损失高达6000万以上 大发1号所属的新发航运公司 第一时间也在脸书回报灾况 强调只要确认责任归属 船只受损情形 以及获品完整性 就会一一和顾客联系 进行利亚轮停航 进行船体碰撞外观搜证 并将调查结果 韩宋航政主管机关 进行韩式评议 厘清造势责任 护轮被撞成 好在海巡迅速出动 两艘救援艇前往支援 外籍商船当时也马上 被海巡队拦下来 提在绿岛外海 并进行船体碰撞外观搜证 厘清双方造势责任 近新闻李崔月 萧宇志采访报导 萧宇志采访报导